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哪 这个是 小梅子 你站起来一下 我叫你写生活计划表 结果这是什么 老师 每天过得都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计划表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想让我的人生局限在一张表格上面 这句话我好像去年也听过 就当做是记录小梅子的一天 后天之前一定要交上来 知道了吗 是 老公 你不用上班吗 我起来了啦 小梅子起床 好难受啊 美美 你不去泽棉被在这里做什么啊 快点给我起来 快吃到了 我出门了 不要喝酒给我早点回来 这一本 还有这一本 都准备好了 小梅子 一起上学吧 我马上就来 是敏智姐姐 姐姐早安 敏智姐姐早安 你们两个也早安啊 敏智走吧 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 对了 给我钱 因为要美化环境 所以要准备一盆花 什么美化环境 每年都要 一千五够了吧 没有一千块的纸钞吗 而且应该要给我两千块才够吧 零钱有什么不好啊 你是小学生 沙家老板会算你便宜 一千我就够了 哎 怎么 不想要吗 你 小梅子 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不肯呐 快跑了 小梅子 等你回来就完蛋了 小梅子 你到底想要买多贵的花啊 可是小梅子 花店在那边 你要去哪里 给我来 等等我 最近跟我妈要零用钱 简直难如登帖 什么 花自己摘 这钱就是我的啦 是天气不够暖和 所以花都还没开吗 啊 在那边 交给我 还差一点点 小梅子 那里很危险 你小心一点 我成功了 我不是教你小心一点吗 算式中同时有成法跟加法的时候要先计算成法 举例来说呢 大家看看 六乘以四 减八 加五 这一题 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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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子 你又睡觉 现在离开到教室后面去罚鬼 难怪她会累得睡着 明天是环境美化审查日大家都知道吧 一二小组负责打扫教室 其他的同学都去外面的花圃种花吧 是 我们到那边去种吧 小梅子 哪里找来快枯死的花 烧滚仙是去种你的花吧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真是难得 原来只有害怕的东西 这两个家伙 小梅子不要生气 你们两个再这样我就要告诉老师哦 对不起 下次再也不会了 你们两个 快点来抓我啊 你给我站住 就算到地球尽头我也会逮到你 趁我跟你客气的时候最好快点下来 随便点好了 反正地球是圆的总有一天会见到面的 你真的要叫吗 好漂亮啊 要见见康康的长大哦知道吗 哦 他们两个怎么了 哦 那是什么东西啊 哦 那是什么 啊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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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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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啊你们几个真是 为什么一天到晚在学校里闯祸呢 让恶作剧也要有个限度 教师花普都一团乱 明天就是环境美化审查日了 现在该怎么办 真的很抱歉老师 回去写五十张回国书 明天早上交过来 我会通知家长 先做好心理准备 哎呀 身上三年级才多久而已 就在学校闯祸了 还有另外一只鞋 又丢到哪里去了 你为什么总是要让妈妈操心呢 我怎么了 我回来了 她又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生气啊 有什么事好好说吗 你让开 对不起 爸爸 你呀 跟我说以后还会不会闯祸啊 我现在不是故意的啊 啊 我已经教训过她了 还需要通知她妈妈吗 我到底该拿她怎么办才好呢 真伤脑筋 我要这花 小梅姐 我要这花多花 请问你就是这般的导师是吗 是 你好吗 别提了 这孩子清晨五点就来学校 苦苦哀求着我 要我开门让她进来 他又哭又闹的 吵着说要美化环境 害我差点招架不住呢 真的很抱歉 警卫先生 老师这么说我反而不好意思 我说这些不是要老师道歉 请你不要太在意了 还有坏掉的书桌我也全修理好了 这也是这孩子拜托我的 小梅子 我的腰 老师你早啊 多多 你在这里做什么 到底把地板擦得多干净啊 来大家按照座号医学上来排队吧 是 把室内鞋脱掉之后再量体重 允熙比去年长高了两公分啊 成熙比去年长高了三公分 小梅子 你这样好再重新量一次 怎么会比去年还要矮呢 小梅子 你是道着长吗 这样下去会不会消失不见啊 你练鱼 你给我站住 你怎么自己换位置 老师不是说了要按照座号排队吗 不是了 我可以等你们先俩没关系 多多 因为要照着座号做记录 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吧 是 老师 听说隔壁班有一个人57公斤 不知道谁比较重 依我看 我们班的一定是第一名 轻一点 搞什么 你只讲这30公斤 哇 敏智 你这样挡住老师就看不到了 我看得很清楚了老师 是吗 敏智你干嘛 这是今天的乐趣 快点下去啊 好 一点都不好玩 什么啊 真无趣 大家安静一点 下一位 敏智 好 大家注意 为了成果发表会 今天开始要准备才艺表演了 舞伴会有女同学 用抽签的方式决定 纸条上会写着男同学的名字 女生们一个一个上来抽签吧 哇 那是谁啊 好紧张 好紧张 抽到谁了 他抽到谁了 不可以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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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舞优了 我刚才抽到这算了 太过分了 小鼻子冷静一点 真的好容易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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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鼻子你不要这样啊 小鼻子的 张晨虚 我不管啦 草莓你干嘛哭啊 我怕抽到的人会讨厌我 怎么会讨厌你呢 那名字对我会不会 他一定连你都不想理我的 你好 不可以 没错我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今天也平安度过了小梅子 多多今天要在哪踢足球 公园吗 我今天临时有点事情 什么嘛 是你自己先说踢足球的 抱歉我先回去了 那个 放毒 山 surgeon 身体有点 有些美体有点 我 塞进去了 本来不能抓得终于塞进去了 比小江中瘦很多 成功了 哪位啊 明智 突然来找你沙当了吧 多多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明智 我想跟你跳土风舞 希望你当我的舞伴 是是是什么 你这种女孩既善良又漂亮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 你怎么了 健康检查那天 你为了我做那件事 那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朋友之间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 你应该不会对我有奇怪的误会了吧 意思是 那时候是朋友 现在开始可以更进一步送你 什么 对不起 多多 你是很好的朋友 以后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只是朋友而已 不是 你不需要马上回答我 你可以先好好考虑之后 不 对不起 这句话我真的不能收了 难道是因为我太胖了才这样吗 你说什么 可以有胖胖的朋友 但是不能有胖胖的男朋友 是这样吗 多多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 敏芝 练舞练到一半在干嘛 怎么了 多多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会穿成那样 我要跟陈迅练习跳土风舞了 对不起 好 我知道了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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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 那小子怎么了 那小子怎么了 真是奇怪了 多多从来没有好几天不来上学的时候 可能有什么事吧 也许生病了 可是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连电话也不接呢 你们两个还不知道吧 我去叫好处听到 多多要转学了 而且是去很远的地方 是吗 你说多多她要转学了 请问是谁 我的名字叫敏智 请问多多她在家吗 敏智 你怎么会来这里有事吗 多多多 多多我只要当你土风舞的舞伴就可以了吗 什么 我真的不希望你为了我还要转学 我们以后继续好好相处吧 真的吗 那你要跟我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来 大家先排好队 马上开始成果发表会最后一次彩排 小梅子 你故意的吧 小梅子 哈哈哈哈 怎么会这么说呢 我会很难过的 一 二 一 二 多多 你的舞步都跳错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我也会跳 我有不好的预感 来吧 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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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打街了 真是 敏智 有空的话来帮帮我 不行 什么 是啊 小梅子 你说的没错 不能这样下去 不可以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出去了 好 慢走 其实应该是我请你吃才对 刚才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有话要说 才找你出来的 是吗 真是太好了 我刚好 也有话要跟你说呢 有吃吗 我不要 你吃吧 多多 过去两周跟你相处之后 我才发现 你真的是一个好人 你很善良 又很亲切 没有啦 我又没有特别为你做过什么 不 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 很好的男生 我想说的话就是 Oh my god 我本来还很担心 你是不是被我迷住了 什么 迷智 其实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才来见你的 抱歉 我们 分手吧 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你不适合我 什么 都怪我太着急了 我还要去补习班 那我先走咯 学校见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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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出来 我妈妈已经做好烙年糕 在等我们了啦 迷智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 她是谁 她是谁 打个招呼吧 小梅子 她是钢琴教室的朋友奴隶 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直接去钢琴教室了 那也没办法 我陪你走过去吧 不行啊 我们要去脚踏车过去 快走吧 敏智 这样下去真的会迟到 好的 小梅子 真对不起 我今天就先走了哦 那么烙年糕呢 下课之后有时间我再过去 她是什么意思 真是的 下课时间早就已经过了 我 喂 敏智吗 小梅子 你该不会等我等到现在吧 我还在钢琴教室 因为奴隶要参加钢琴比赛 叫我陪她练琴 敏智 老师说把电话挂掉快点过来 好 知道了 对不起小梅子 明天见 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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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说完 敏智 你快忙 拿着电话发来吗 小瓜 敏智 钢琴比赛笑死人了 有什么了不起 说到乐器我也不输人 我吹的笛子比钢琴好听多了 我还可以一边吹笛子一边跳狗腿舞呢 爸爸想让你变成淑女 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什么 你们今天也要去钢琴教室 今天是为什么 昨天练过琴了 因为奴隶叫我也一起参加钢琴比赛 所以我想跟他一起练琴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我刚好也在考虑要不要去学钢琴 今天去了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我就会报名 真的吗 之前你说妈妈不准你学 现在可以了吗 太好了 妈妈 我也想去学钢琴了 我哪有诚 你干脆把你妈拿去卖算了 你叫小梅子是吧 你以前弹过钢琴吗 先来弹个多吧 好 看样子 你以前没有弹过钢琴 奴隶 老师要去拿教材过来 你先教一下你的朋友吧 是啊 奴隶钢琴弹得很好 你可以先跟奴隶选 那好吧 把手放在上面 我教你弹基本的 奴隶咪发 我以前弹过风琴 该懂的我也都懂了 小梅子 怎么办 我看一下你的手 要小心一点啊 这个盖子真的很重耶 奴隶 你是故意成虎的对吧 我都看到了 怎么可以学这种话 小梅子 第一次弹钢琴的人 难免都会这样吗 我刚才真的看到她 故意碰盖子了 怎么不练琴吵吵吵怒怒的 回到自己座位上 是 老师 明智 明智 我现在要谈这段最困难的部分 你要听吗 你真的好棒啊 你真的笑死人了 你凭什么参加钢琴比赛啊 你这个奴隶 什么奴隶 奴隶 奴隶跟奴隶 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就像屁屁跟屁股也一样啊 你的明智也太土了 什么 你说完了吗 好了小梅子别说了 我代替小梅子跟你道歉 不要再生气了 真的很莫名其妙 我今天是看在明智的份上 不跟你计较 知道吗 奴隶 奴隶 我要去跟上玩妈妈 你要走了 再见咯 她都几岁了 还哭得找妈妈 朋友之间开玩笑有什么好哭的 对不对 明智 小梅子 我知道你今天故意找奴隶的麻烦 我看了很不高兴 什么找麻烦 不是那啦 因为她好像故意在我面前 炫耀她很会弹钢琴的样子 奴隶不是跟你炫耀 她只是练琴而已 是你误会她了 你今天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非常不应该 你的好朋友是我 为什么只帮她说话 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你真的 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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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好像跟那个叫明智的走得很近 没有啦 因为常微说这阵子不能来钢琴教室了 我一个人上课很无聊 哦对了 常微说最近不能来上课 除了这个之外 明智的家境还有穿着的水卷我还可以接受 这个社区的小孩都一副醋酸样 可是明智她本来有要好的朋友不是吗 长得很好笑那一个啊 小梅子吗 她很快就会被我挤下去了 我只要假装被她欺负 明智反而会先跟她绝交吧 那如果常微回来之后 你也不离明智了吗 不知道 因为明智太善良了 很多地方都会有用处 就这样丢掉有点可惜 什么 被我逮到了 小梅子 我早就知道你是这种人 我现在要带你去找明智 然后要怎么样 你要跟她够撞吗 你以为你有可能是我的对手吗 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你要够撞快点去弄啊 你别跑 你别跑 喂 你别跑 明智 明智 小梅子 有什么事吗 是你啊 你的脸怎么了 你来有什么事吗 明智 你不对 我们俩都被她骗了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听到这个丫头 跟她朋友说话的内容 说什么啊 我们刚刚在家里写自然作业啊 你 奴隶 她从一开始就想好 要把你用完就丢才接近你的 她甚至很轻易的 就背叛她原来最好的朋友 明智对不起 我本来还想跟你的朋友好好相处的 小梅子好像真的很讨厌我 竟然是我的坏话 你说什么 我看我还是离开这里比较好 明智 那我就先走了 你终于听得懂我说的话了 好 再见了 记得要小心你的后脑勺 等一下 小梅子 我对你真的非常失望 奴隶她是真心的想要跟我们好好相处 你却每次都说奴隶的坏话 什么坏话 我只是把我听到的说出来 我刚才明明听到奴隶说 如果小梅子有了另外一个好朋友 我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至少我会努力的跟对方好好相处 我知道了我也会试着去认识新的朋友 顺便也可以做个比较 你对我有多好 你说什么 那你们去写作业吧 不过不用看也知道她一定会抄你的作业 别碰到你了 抱着灰气像飞机 飞机起飞 灰机要飞 吃葡萄木 吐葡萄皮 好 运动会就快到了 今天要练习两人三脚 跟同伴把腿绑好 然后排队 你们两个在那里做什么 快点把我好到前面来 老师 这次运动会 我想跟其他同学一起跑跑看 什么 不要跟小梅子一起吗 小梅子也是吗 对 我这次也要跟别的同学一起 他们两个真的闹翻了 怎么会这样 是因为那个叫奴蕾的女生吗 小梅子 你怎么先走了 我数一二双二的时候再早 对不起 我跟敏智都是在一的时候开始 因为我习惯了 好 当作正式比赛全力向前冲 出发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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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你没事吧 看我的 看我的 不可以 对不起 敏智 我真的比任何人都喜欢你这个朋友 因为我看到别人黏在你旁边 才会一时不小心失去了理智 我也对不起你小梅子 我不懂你的心还梅子都责怪你 自己都没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好孤单 跟你一起受伤 我很高兴了梅子 你们的水准就是这样 本来还以为会有一点用处呢 对了 奴蕾 我不在的时候 你跟隔壁班的敏智走得很近是吗 她一直缠着我才会酿啦 不过以后不会了 她真的是很奇怪的人 小梅子 要踢足球吗 当然好啊 好啊 快走啊 已经进去了 当值日生好累 真希望这个星期快点过完 不要这样小梅子 今天才星期一而已 加油小梅子 值日生 又怎么了 窗户都擦好了 水服我也已经装满水了 可是 我总觉得教室的地板 看起来有点脏啊 可能要用拖把全部擦一次咯 多多那小子也是指日生 为什么针对我 小梅子 我为什么每次都要针对你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多多非常地努力啊 这是什么 到底是哪一个可恶的家伙 穿着鞋子进来神山的教室 喂 李恩西 天啊 小梅子 你拿着脱把的样子真的很适合你 你还不快一点把鞋子脱掉 天啊 我怎么真的把鞋子穿进来了 抱歉 抱歉 因为新买的鞋太轻了 我还以为已经脱掉了 你穿的这双球鞋 该不会是奈迪达 天啊 看来多多你的球鞋很了解嘛 没错 这就是奈迪达的奈迪达球鞋 这双就是传说中的 哇 好用耶 什么嘛 奈迪达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么大惊小怪 那个啊 是美国跟德国合作所推出的运动品牌 在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阵旋风 最近在我们国家也开始销售了 是吗 看起来像普通的球鞋啊 哇 没想到能够这么近距离地看到奈迪达 奈迪 怎么样啊 穿着奈迪达的感觉好吗 这个嘛 嗯 怎么说呢 有种温柔又舒适的包住脚的感觉 哇 超饵的就跟美叉一样 好像光着脚在草原上奔跑的感觉 让开 让开 我要查地板了 好了 现在要转换成休息模式了 直升 可恶 那边 天哪 这有着什么 恩兮你真的 这次不是我啦 可恶 到底是谁啊 是哪个家伙 终于有人追到我买的新鞋子了 是我 怎么样啊 很酷吧 这就是奈迪达篮球鞋 你也是真伤 怎么可以这样 哇 我觉得好酷啊 我了 我来老是 非常可是同样高速属龙 啊 伞长奈迪达篮球鞋子 有多好少变成安全天使人 一分一分一分四分 顶又怎么了 ,一分一分 Black 你们也真是的 好绢还在后面 这onne就是所谓的 vender鞋 有 做什么啊 净零 五分五分 supposedly 再几次借店 要灌篮都没问题 要回家了 干嘛把鞋子放进书包里 如果穿出去外面 我的奈迪达会变旧啊 是什么 那你要穿什么鞋回家 我要穿之前穿的鞋子啊 他果然是值得研究的对象 我只要再忍耐两天 就可以从讨厌的职日生活里 解放了 我也买了一刷 果然是奈迪达 你们真是假货 快扶下来 快扶下来 敏智 对不起小梅子 原来我也是个爱慕虚荣的小孩 我爱慕虚荣的小孩 我也是个爱慕虚荣的小孩 我又买了一刷 奈迪达鞋子了 你现在这双还好好的 干嘛突然吵着买鞋啊 只是一双球鞋而已 又没有多少钱 就买一双给他吧 要多少钱 到底奈迪达是何方谁这 居然会让我的宝贝女儿 躺在地上一直打滚 那双鞋要 对了 我差点忘了 这个周末要去吃喜酒 小梅子 跟爸爸一起去市场 买漂亮的球鞋吧 我要 我要奈迪达了 小梅子 你有新鞋子咯 真的吗 给你 谢谢爸爸 爸爸 这个不是奈迪达鞋子 很明显嘛 当然很明显 这种鞋子我才不要穿 什么嘛 同学们看到你会取笑我的 你这个丫头 从哪里学来这么没礼貌 那就明天开始光脚鞋上学 我才懒得理你了 对了 好难走 小梅子 明知 小梅子 你的裤子 这个啊 昨天在地址上看到 最近欧洲那边听说流行这种穿法 真的吗 真的吗 那我也要 那我也要 他们怎么了 对不起 明知 对不起 明知 明知 你看那边是吗 要当时尚大员果然很不容易 就是啊 如果觉得不方便就落上去好了 没关系 只要能成为时尚大员 这一点我还能忍呢 是我班的奈迪达族群耶 你们在这么阴隐的巷子里做什么呢 小梅子 又有客人来了 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 什么 你这个小丫头 你是对我说的吗 不是 我是说他们 四个打不过一个 还傻傻的被抢走鞋子 我还以为 不过呢 我们肯不只一个人呢 兄弟们 把他给我 搞什么 这两个家伙 为什么把裤子拉得这么厉害 小梅子 这是现在的流行军事 你们不会懂的 做什么 奇怪 这是奈迪达吗 怎么了 这不是那个 小梅子 小梅子 原来你穿着巧的奈迪达 谁叫你像那么大箱的 安静点 难怪你今天把裤子拉得那么低 小梅子 小梅子 没错 我穿的是市场买的球鞋 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买不起那么昂贵的鞋 所以穿的假的 我穿的 哇 他是谁啊 快跑 哇 我的鞋子 我的是便宜货也没有气垫 可是穿着走路没有任何音效 啊 哇 小梅子 你真的好厉害哦 我又没做什么 小梅子 你的鞋在哪里买的 我也要买跟你一样的鞋子穿 我也是我也是 应该没问题了 都湿透了 今天雨下得好大哦 小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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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当了吧 竟然玩这种幼稚的把戏 吓得差一点魂都飞了 这家伙怎么不摔个狗吃屎 谁叫你要恶整人家 你们看看我 哇 头发好漂亮哦 昨天跟我妈妈去有名的法王摊了头发 我好像变成了一朵花一样了 哎呀 既然是花那你要小心蜜蜂 因为蜜蜂不管在多远的地方都会看到花 羡慕我就直接坦白说羡慕啊 什么 快点走开快点走开 啊 讨厌了 走开了 啊 草地好舒服哦 好奇怪哦 刚才就像你说的 多多跌倒了 而恩西真的被蜜蜂追着跑 所以呢 你说的话全部都变成真的了 哦 就是 是他们活该 不是那样了 你说出来的话实际上真的发生了 我只是把我想的说出来而已 小梅子 你会不会其实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啊 未来 那我们来做个实验吧 看看可不可以真的预知未来 好 变绿灯 真的变绿灯咧 我真的可以吗 可能是凑巧而已 虽然这么说 要说是凑巧也太准了 嗯 嗯 至少能预知那栋大楼 会发生什么大事 才是真的预言吧 那栋大楼发生大事 这样的话就太可怕了 不会发生那种事的 就是啊 嗯 啊 啊 仙徒看好的和郡集团破产了 啊 不会吧 是昨天那栋大楼 小梅子的预言果然正确 啊 怎么办 我竟然忘了写国语作业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哈 明知竟然忘了写作业 不过有国语作业嘛 哈哈哈 你这个混蛋 小梅子 你写了吗 我故意没有写 啊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故意没写 我总觉得老师今天不会检查作业 啊 难道会是像昨天一样的预言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预言 总之我觉得会这样啦 预言 什么意思啊 嗯 好 把课本打开 啊 今天我们来找跟月字相关的词吧 啊 这些词的前后都有一个月字 还有什么呢 词跟词连在一起就会有新的意义 好 今天的国语课就上到这里 老师 真的没有检查作业 怎么说小梅子真的是个预言家耶 我吗 这是真的吗 小梅子 你是这么猜到的 好神奇哦 这种事你怎么会知道啊 人家会有什么事 真的可以预知未来的事吗 你怎么会有什么 你怎么会有什么 啊 他们还跟在后面吗 没有 好想摆脱他们了 你想都不要想 我早就在这边等候多时了 还一别吃着冰呢 才不是呢 是我第一个先到这个地方等你的 不 那么多的事情小梅子真的都预先知道了 这都是真的 我真的觉得小梅子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老师没有检查作业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毛骨悚然耶 真正毛骨悚然的人是我好吗 明天不知道还能不能去学校 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不过你确实是有某种的能力 绝对是真的 我在旁边亲眼看到 小梅子只要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们明天就会帮忙阻止别的同学问你问题 是啊是啊我们会帮忙的 帮我们看看未来 一次就好小梅子 是 要说到做到哦 当然 知道了 允熙 我感觉到你有不好的气 最好离水远一点 真是的 我周围又没有水 到底要我小心什么 被小梅子说中了 多多你也有不好的气跟着你 要小心打雷声 不然的话真的会发生大事哦 这么晴朗的天气叫我小心打雷 小梅子的话果然 啊 怎么回事 ag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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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小梅子预测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好 今天营业结束 不要再问我了 小梅子说的并不正确 她说的预言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是吗 预言是错的 小梅子根本就不是预言家 我就知道 教室里怎么吵吵闹闹的 小梅子 骗我们她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结果她的谎言被戳破了 小梅子吗 一个人怎么可能会预知未来呢 还在学校欺骗同学 这样是不对的 我没有欺骗他们 原来小梅子不是预言家 而是大骗子 好 明天是什么日子呢 加油的日子 气象说明天是今年以来最炎热的天气 各位同学别忘了要擦防晒油 不要难过了 明天教育油玩开心一点吧 明天教育油玩开心一点 小梅子 不顾你干嘛带雨伞 今天听说是好天气啊 这种事情很难说啊 我包包里还带了雨衣 快要迟到了 我们走吧 好 接着 没办法 嘿 会 嗯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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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 快下雨了 我不是我 气象预报 完全没有说今天会下雨啊 老师 你看那边 天哪 小梅子 气象预报 也没说会下雨 小梅子去做了 完全准备 这样看来 小梅子真的有预言的超能力 世界上根本没有超能力 这全都是脾气 恩西因为昨天领雨的关系生病了 所以今天没有来上学 小梅子现在跟我去办公室 我吗 请问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打好几次针呢 因为你的血管太细了很不好找 难道这件事才难回事 真是的 看样子这里也不是 小梅子说的我不以为这吃苦就是这个吗 啊 真的是小梅子造成的 老师 我以后不敢了 我只是把想到的话说出来 绝对没有说谎骗人的意思 对了小梅子 对了小梅子 谢谢老师 我今年的运势怎么样啊 小梅子 我爸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 他会好起来吗 应该不是癌症之类的吧 还有 现在的房价不断地往下掉 你觉得已经跌到谷底了吗 还是会继续地往下探呢 这个时候买房子风险很大吗 对了 我去年买了一些跟建筑有关的股票 我要继续留在手上好呢 还想卖掉好呢 怎么连老师也这样